今天要来聊什么呢 很多人都有买股票吧 那如果买股票的话 您可能在每年都必须要 缴一笔补充保费 那在2018年 你知道这个补充保费 缴最多的人是谁吗 就是这一位位在台北市信义区 70岁的一名老欧 他光是这补充保费 缴了多少钱 缴了这个284万元 哇这是什么概念 可能比很多人 你我的年薪都还要高 但是他全部都是来自于 租金的收益 一年光是收租 就收了超过1.4亿元 所以你在心里 就慢慢的换算一下 他其实一个月 大概收租是1160万 1160万元是什么概念呢 其实现在台北市 这个平均的租金 大约一平就是4000块钱 不包含这金华地带 或是一些其他的地区 大概平均就是4000块 那如果以这样来换算的话 他等于他在台北市地区 是拥有了2900坪的地 的这个店面 那我们家可能才三四十坪 他大概是我们家的几倍 所以他其实 他可以这样换算下来 他大概是有上百间的店面 但是如果你讲到 在信义区的这个帝王 你可能不知道 在信义区的时候 你有逛过ATT播放吗 没有 那你有没有逛过Neo Nighting 也没有的话 那你总是有到华纳威秀去约过 会看过电影吧 但是你知道吗 从这松寿路一直到这个松仁路 这个交叉十字的梯字部位口 他其实全部的地主都是同一个人 是谁呢 就是已故的台湾帝王林玉林 他是现在在这边拥有了1.1万坪的土地 而这个现在的市值是这个800到1000万元 那当初你知道他取得的成本是多少吗 你知道的时候你可能会很惊讶 他在30年前的大规约是在1986年的时候 他在这边买地 他取得的成本 一平的价格只要10到20万元 当年全部的成本 总成本大约只有20亿元 20亿元的成本 如今的市值是已经飙涨到了2000亿元 哇 这么好赚一定有投资心法 如果你现在持有土地的人 一定想知道他到底是靠着什么样的招数 才能够养地到现在呢 没错 他靠的其实就是养地 暴地不卖 如果你来想要跟他交易做买卖的话 没得谈 如果你想要来出租的话 可以对他来讲 这个土地就是只进不出 只可以跟我租 但是不可以跟我买 他也是靠着这套心法 他选择两个地方的关键 第一个他选择在重化区 所以像是他在大直的地区 还有这个新义区以前 还有甚至他在淡水 都有上万平的土地 而且他说买地 一定就是要沿着这个轴线 因为轴线很多交通要道 或是一些交通的建设 都是靠着这个轴线在走的 所以买地一定要掌握这两大的原则 而其实你讲到新义区的这个帝王 也不能不提到就在西区隔壁 还有东区 你记得吗 在二月的时候 永福楼关门了 40年的老店是好多人的回忆 但是怎么就这样关门了呢 因为他一个月的租金 是来到了150万元 但是你如果有去那边看过的话 你可以看到他旁边还有莎莎 还有以前这个扑姬小厨 其实这三间店 现在你再过去看 都已经关门了 不过这边空租不是因为没有人要租 其实有 还记得是谁吗 在几个礼拜之前 好像有日本的唐吉科德 一个大型的百货想要来租 但是这么大型百货 为什么他们不租呢 就是因为一个手扶梯谈不拢 就不租了 就不了了之了 所以其实这个店面还是很热门的 但是为什么就宁珠不卖 这背后的地主一定是大有来头 这其实这三家背后的地主全部都是来自于东区 林家 如果你有去逛过东区明耀百货后面 你可能有看过这个公厅 这个公厅呢 你看照片 如果你没看过 你看我们照片 它是林三圣公厅 其实它就是林氏家族所持有的 这个林氏家族 他们在全圣时期的时候 拥有多少土地 你看从市民大道 一直到这个安和路口 甚至这边 沿集街在一直过来到复兴南路 这边大概180家土地 在全圣时期 这个地主全部都是姓林的 大约是多大的概念 大约是七座大安森林公园 这么大 那他们为什么可以 也可以这样子 你是养地吗 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其实在当地就有防众说 曾经很想跟他们家做生意 就按着这个市画的电话簿 这样一一的看 一一的打去问 结果打到他们家的时候 他们居然说我们不是林家的人 是非常非常低调的 就是不愿意露面 也很少跟媒体来打交道 所以他们现在林家的子孙 后代其实都已经有上千名了 现在还可以靠土地躺着赚 都不用工作也能赚的 其实就是还是抱着这个土地 持有没有交易没有买卖 而且也是非常低调的 所以其实很多台湾的地主 都是很低调 如果不是这份健保的补充保费名单 我们很难一亏这些神秘的富豪 所以到底还有哪些类别呢 接下来的新闻带你一起来看 从荷包掏出健保费是民众固定支出 2018年的补充保费收入来到了463.6亿元 是2013年开征以来史上第三高 去年刚公主生的时候有被扣到 就不想被扣钱了 对我又觉得就是该领的都领到 补充保费雇主负担创下新高来到了252.5亿元 但对个人则向一面禁止造出了运行收入 就在寸头寸间的台北新一区 其实2018年的补充保费王也是在这个地方 有一名70岁的老翁 他光是健保补充费就缴了284万 回推他的租金收入大约是1.4亿元 其实这名包租工已经连续6年都是补充保费王 很多房子出租那对方会说不要申保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政府能够加奖查器 可以增加税收也会增加健保的收入 不只收租六大项目摊开来看 市邻居50岁兼职男子所得1.1亿元 缴了213万的保费 买股票的鼓励王则是收入1亿元 也缴了208万保费 还有奖金执行业务收入和利息王 都缴纳超过百万元 因为额外收入是自己的 不是说靠其他方法赚到的钱 所以他如果去多收的话 其实算不合理 健保费就你收我两笔钱要干嘛 我两笔钱我又不能多保障 我自己什么健康的部分 那就没有意义啊 补充保费缴纳王一一列出 也意外让这些隐心富豪曝了光 东森财经新闻刘皮喜扬州 台北采访报道 都网 drifting 在同 하락院出出 都是实比赛 舍俑 feeling 上義 avoir 你好 与